大家好,我是孙红鹤 新商业大智慧 我今天给大家讲 特别重要的一个销售套路当中 一个体系 年底大家做好自己的销售的策略 以至于提高自己的品牌流量和销量 好了,我们把教材翻到139页 在139页的第35条上 流程制定一套实战当中 最有效的销售流程 扩股销售策略方法思维和工具 在这一段当中的话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重点号 这是我们2019年 必须要学会和掌握的一套体系 好了,我们来解析一下 你看这简单的这10个词 10个体系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解析 有教材的一定把教材翻到139页 没有教材的话 建议大家买一套教材 多称交一个 多做一些社群化的运营 多有成功的方法和工具 这几百块钱是值的 好了,我们依次来厘清 第一,如何制定一套 实战当中最有效的销售流程呢 第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瞬间抓住注意力 这个词的话 在我们微商人眼中 有一个词可以相似 叫做抓浅 远远记得就抓浅 成交和裂变 这是我们做微商当中的 三个什么呢 金三角 对吧 什么是抓浅呢 那么在这个体系当中 我们更加深的一步认识 叫做族群 族群和抓浅啊 它是一个软绳兄弟 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瞬间抓住你的注意力 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 流量武器当中 如何写好工新文案 工新文案当中有一个什么呢 指名点性和标题 如何引人 如何诱惑人的八个体系 那么我们用这个引流方式哈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瞬间抓住人的注意力 什么指名点性 宝妈们请注意了啊 大学生撰显请注意了啊 这就相当于农村一个喇叭啊 说各位各位村民请注意了啊 所以呢 就是瞬间抓住你的注意力 靠什么呢 靠指名点性 这是最基本的啊 靠指向你那个族群 族群族群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这个是在我们下一张商议模式当中 那九个体系都特别重要的 大家可以查今日头条 孙鹤默号族群 就可以找到这个解析啊 第二个是什么 是激发对方的欲望 如何来激发对方的欲望呢 就是利益 给对方的利益 才能够激发对方的欲望 什么样的利益呢 比如说三天减肥 无效退款 这些呢 都是对方的一个利益 第三个什么 建立强大的信任体系 叫做背书 我们为什么要做背书 为什么要做好自媒体 为什么要做好社交化 为什么要做好社群 为什么要做好气氛 这些都是建立起我们强大的信任基础 这里有个词叫做信任货币 如果你没有信任货币 你的社交就没有资产 如何建立起信任货币 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社交资产啊 这些都是我们实战当中的内容 第四 铲除所有的风险 叫做保障 你给人保障什么 有人叫做负零购的风险保障 第五个是什么 拒绝所有的拖延 比如说限时限量限顾客限赠品 这是什么 要你尽快啊 不要拖他 你比如说双十一到了限量五十份啊 元旦到了教材限时限量来给大家配送 第六个就制造稀缺性 稀缺稀缺是你的附加价值 一个产品不是卖什么卖便宜 而是让人感觉到占便宜 而这个占便宜的过程当中就是什么 就是吸血 机会来之不易 这是一种最好的吸血方式 第七个就是明确的号召行动 你不要跟消费者探讨 你要跟消费者什么呢 吩咐 你要主导消费者 消费者其实上是没有决定权的 或者他不愿意决定自己的决定 他的决策意愿和决策能力非常弱 你比如说那些减肥的那些女性的人群 他都是由什么 由卖家明确的告诉的一件事情 你只是告诉他需要代价是什么 成本是什么 收益是什么 如何实现 代理也是这样的 第八个什么是解释所有的原因 这叫排除 把所有所有顾客的顾虑全部排除 用排除法就不用解释了 你需要一问一答的解释 是因为你没有排除 你把他想问的全问掉了 你把他想说的全说掉了 那这是不是一个什么排除 第九个是留下悬念 叫做引诱 不仅仅是如此 就是你写引诱文案也是 我今天说了 但不仅仅如此 请听下回分解 这就是一个引起悬念 产生顾客的注意力叫做联想 我们是什么 不是决定于我们说什么 是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我们在对方脑海当中 所产生的那个联想 那个印象 我们要让对方 对我们进行正面的 良性的联想 这才是一个核心 好了 这是35条当中 139页流程 如何制定销售流程当中的 10个体系 大家记下来这10个体系 这10个体系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一次来解析 这10个体系当中的实战 然后看我下个短视频就行了 教材是在139页 好了 我是孙宏赫 每天8点半都会给大家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短视频 拜拜